奥运 巴黎奥运 收官了呀 那今年的冠军是谁呢 看起来这个中国大陆 一直都是处于一个 几乎都是在领先的态势 但是昨天呢 美国的女男 惊险夺牌 怎么惊险呢 她是胜了法国 一分拿下了金牌 所以跟中国大陆是 等于说 在金牌方面的话 这个打成了平手 并列第一 那总牌数来说的话 目前美国呢 因为他的银牌铜牌 比较多一些 所以总牌数是126面 但是很多人讲说 其实感觉上面 真正的赢家是中国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看到了 这个义勇军进行曲 在巴黎响起了42次 因为还加上了香港的 两金两铜四面金牌 所以中国大陆呢 如果包含了香港的话 是一共是42金 那现在中国的体育代表团 总金牌数已经超过了 2012年的伦敦奥运39枚 现在已经是创下了一个新高纪录 那我们看到连这个抖音热榜 还有微博热搜 都有这样的一个词条 就是中国金牌榜并列第一 就是跟美国并列第一 但是网友在讲说 我们才是真正的赢家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老美用药还比不过 我们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中国人 这其实就是 这一次奥运场上最大的中美角力 就是在竞要这件事情 因为美国的田径选手 后来是真实的被发现到 使用了禁药 但是这后续的这个问题 都还没有解决啊 所以现在这些金牌数 今天其实还有传出来 奥运还有剥夺了 美国的体操铜牌 怎么回事呢 他们是把这个国际奥会 宣布剥夺这个美国女将 这个切尔斯地板体操的铜牌 然后补发给罗马尼亚 但是现在美国奥会提出说 要上诉 所以聚焦铜牌 也就是说其实 对于美国来讲 他的德牌 还有相当多的争议可能 还在发酵当中 那再来 潘展乐这一次也回应了 澳洲不是有一个 人家讲说 没有那么出名的一个教练 跳出来讲说 这不可能是人类做得出来的 这样的成绩嘛 那这个潘展乐也正面回应了 这一位澳洲教练的质疑 我们来听一听 觉得他说得很好 最好他多说几次 误导一下西方人 这样我们就能起来了 他说人类不大可能 就是他既然这么说了 就能证明 他还是把自己给框住了 没有跳脱出这个范围 框是给人设的呀 就是是人给人设的 你只要不信他就行 现在很多大陆网友都在风靡 这个潘展乐的说话术 要怎么样展现 零零后班的自信 所以潘展乐现在讲话 很多人都把它剪辑起来 就说可以讲话得这么自信 这么硬气 这就是中国人的自信 那再来还有一个很妙的花絮 就是潘展乐去剪头发 然后去剪发的时候 因为全中国都在封奥运 只是可能有些人在职场上面 没有办法真的去追奥运比赛 但是都会听闻到说 谁谁谁 这个创下了记录 结果他去到这边 这个礼法的他们叫做 这个Tony老师 他们礼法通通都叫Tony老师 那这个帮他礼法的这一个人呢 就说 你长得个头好高哦 你是运动员吗 然后他就说 是啊 我是游泳的 然后他就讲说 奥运你有没有看啊 这个奥运 我们这个有一个选手很厉害 潘展乐创下了世界记录啊 然后潘展乐还很幽默地讲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他呢 所以其实是本人啦 那后来呢 这一个礼法师才发现说 啊他真的帮潘展乐剪头发 当然他就很懊恼 就说 哎呦我怎么没有跟他合照一下哦 所以现在只有这张监视器的画面 就是他 就是这个懊恼的人哦 他没有跟潘展乐合照 但是他还是很开心 他说这简直比他这个中奖 中了五百万元还要开心 那这是一个小花絮啦 那另一个 现在大家还在网路上面讨论的 就连什么腾讯新闻呢 都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短影片 是为什么呢 说这个石川家纯哦 其实因为他以前就是大陆的 而不是 就是日本的一个桌球的选手 他也是算是他们的一个队长啊 那但是他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欣赏 就是这个龙队啊 就是欣赏马龙 这个大陆的人都叫他龙队 欣赏龙队 那这个大陆路网啊 甚至讲说石川家纯 是中国人最恨不了的选手哦 他从中学开始每个阶段 都是跟着中国教练哦 而且他好像也是位着说 因为很欣赏马龙 他是个迷妹 所以他也是学了中文哦 中文说的比起张本志和 好像还要来得好哦 那这一次呢 他成了记者的身份去到现场来采访 那你看还冲上热搜哦 就是石川家纯送马龙 就是那个徽章啊 就是这个他透过了陈梦 就说我送给你们三个 一人一个徽章 可不可以帮我转交一个给马龙哦 然后人家就把陈梦的表情 给抓出来 就说他好像吃瓜般的表情 比起夺牌时还要来得灿烂 就想说 我还要帮忙转交这一个聘 就是在网路上面 引发了这样的讨论 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花絮好玩嘛 但是也有人在讲说 哎呀这一种事情 不要再讲了 马龙已经结婚了 马龙已经有这个两个小孩了 不要再说了 让马龙的太太会很尴尬的 所以也有这样的讨论 那我们看看 石川家纯 他昔日也有一些受访的影片 被翻出来说 哎有没有男朋友啊 他说有啊 我有这个乒乓球哦 择偶条件就是 对他温柔就很好 但是石川家纯跟马龙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哎人家也去做了一些回过 把他们以前这个相聚啊 或者是见面啊 这样的一些影片哦 大家就觉得说 哎好玩嘛 就是有一个迷妹 这样在迷马龙 因为马龙这一次 这个比赛过后 也等于说 就是不会再参与奥运了 所以大家这一次 也有相关马龙话题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呢你看 这样的一个日本人 可是却在中国大陆 赢得了非常多好感 甚至有人评论是说 他已经取代掉 昔日符原爱 在大陆的一个角色 甚至有人把他拿来 跟这个大陆 就是在这个 乘风浪劫里头的 这个美伊里啊 做一个 这个相比啊 就说哎都是可爱的日本人 都是跟中国友好的日本人哦 所以已经把他们 相提并论了 但是反观张本志和 他其实原本是这个四川人 那只是因为爸爸 就是去到了日本之后 哎他们就变成加入到了 哎日本队 那他其实也很会讲中文哦 可是呢 嗯竟然就是 也有被人家录下来 他在跟这个 呃樊振东哦 就四川比赛的时候啊 啊还在跟教练咬耳朵 然后他们两个都是 讲中文的 他说啊樊振东 真的是坏蛋一个啊 还这样子讲 就说哎他先抽我一个边球 然后又来一个直球啊 然后反正就是 在要得我的分啊 这样子被人家录到了 这样的画面 甚至他不是在 这次奥运场上的一些 都是这种崩溃啊 想死啊 然后所以好像在大陆 陆网里面已经变成 讲到了张本志和 就是说啊又是一个 要死要活的一个状态哦 所以好像嗯明明是来自于 中国大陆的 就是本来是来自四川的 张本志和 现在人气却反倒不如 这个来自于日本的 这样的一个 十川家存 啊就是很奇妙的一个 强烈的一个对比啦 那你看到这个张本志和 还把他的IG简介删掉了 删掉什么呢 他说这个个人世界 世界排名最高第二哦 本来是写这个日文的 这样的一串介绍 他把自己删掉了 可能是觉得这次都没有拿牌 实在是有一点挂不住面子哦 那再来另外一个挂不住面子的 就是印度啦 印度这一次哦 这个相当庞大的参赛队伍哦 结果呢得牌数 零金牌的回去了 那他其实哦 这次派出了 117名运动员 还有一两百名的随行人员 投入了470亿卢比 结果拿回了零金牌 然后让印度不能忍的是 旁边巴基斯坦 只派出了7个人 结果却得了一枚金牌 哇那面子丢大了 只是人家的个位数呢 你们117人家才7耶 就是他们派出的个位数 拿回了一金哦 所以两国本来就很紧张哦 巴基斯坦他们的 奥运标枪冠军回国 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哦 这个是多么盛大 万人挤爆机场哦 而且以水门里来迎接这个飞机哦 一路还有机车的摊石蛇 一路跟随哦 所以巴基斯坦非常的露脸啦 人家讲说 这一次呢 这个纳迪姆是巴基斯坦本届 这个来到巴黎的7位运动员之一哦 他就在标枪的决赛场上 支出了92.97公尺 然后替他们国家拿下了 睽違40年的奥运金牌哦 甚至一举打破高悬16年的奥运记录 那他说这个标枪 人家还省吃俭用用了7年 那反观印度 哎呦真的是 让人家觉得说 是如此 这个成绩哦 有点尴尬了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榜上面就写得很清楚 零金牌 一银 然后武通 外媒分析是什么原因呢 英国独立报还分析了一下印度 就是说可能是长久投入在 健康还有社会福利的程度啊 教育 这些发育迟缓啊 营养不良 种种问题 又导致呢117人参加零金牌 这样回国了 营老师 美国独立风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个对美国人来讲 挫折感很大 尤其这一届挫折感更大 因为他想到 他在这个体坛 体育大国 这个独立风骚多少年 结果现在已经这个时代结束了 中国大陆快速的起来 这个快速的起来 中国的大陆的运动员 这些运动员体格云秤 而且呢 自信 技巧高明 而且很多科技都在协助他们 换言之也就是说 过去就有美国跟欧洲 日本他们独享的 这些科技来帮助他们 去运动中改善 提升他们的这些 这些快高远的这些力量 现在中国大陆也都能够进来了 而且都是自主的自私产权 所以我们才会说 体育大国其实就是一个综合国力的 另外一种展现 所以你看中国大陆的这些运动员的体型 都越来越漂亮 而且最主要就是很匀秤 就是那种 然后男生长得帅 女生长得漂亮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就会在整个国际间的形象 是很大很大的不同 现在大家更担心的是 四年以后在洛杉矶 在美国举办 他们会遭受到什么待遇 美国人会搞什么阴招 所以在记者会中 已经开始进行这些工作了 也就是提醒 美国的阴招会有多少种 我想这个未来 越接近四年以后的奥运比赛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就开始检视 美国很有可能的阴招 那包括这个运动选手村 到底要不要住 然后中国的代表队过去以后 连床单 备单 备套 枕头套 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带 连水都要自己带 然后还要带很多仪器去检测 还要帮助其他的国家 有可能会引美国的这些国家 还要帮他们做检测 我想这个未来的工作很多 我觉得刚刚谈到了 我们中华台北的代表队 林玉婷 林玉婷真的是不简单 我觉得政治人物 没有必要去趁他的热量 他一路走来很艰难 所以一堆政治人物去趁他的热量 只会贬低这些政治人物的不堪 所以我觉得就让林玉婷 自然的接受台湾民众对他的喝彩 大部分的政治人物靠边站 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你会看到一个是祖籍是华人 努力地想成为日本人 日本人不接受他 他成为一个悲哀 一个是日本人 他因为喜爱捉球而喜欢 而且知道中国是全世界 乒乓球最强大的国家 所以他去接触中国 他被中国大陆喜欢 我想这个都很自然的事情 就是说不要忘记自己的根 在台湾也一样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 不要忘记自己的根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现在目前的中东大战 伊朗是游延转战吗 它现在要开始举行了五天的演习 他们精锐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正在他们的西部的地区 举行军事演习 演习会持续到周二 这也可能是伊朗对于巴勒斯坦基金组织 就是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 这样子的一个被暗杀报复 动作正在预备当中 那乙一大战 乙一大战 现在正在倒数三天吗 有可能会是在什么时间点 这个以色列的情报界 他们就讲说 现在有可能会在15号 他们就乙哈谈判之前 然后对于以色列来实施 直接的报复攻击 那伊朗的议员甚至是讲啊 讲说我们这一次是绝对不会给你们预告的 绝对不会通知敌人 那这个伊朗已经准备好了 所有的后果跟后续的情况 而且暗示 这不只是他们的一场战争 代理人们也都会加入攻击 就像四月份那时候一样 所以看起来他们说是要采取一个 出其不义的方式来报复以色列 那中国大陆这边其实也在 赶紧的有所动作 希望能够和缓局势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外长 这个王毅呢 跟伊朗的代理外长通了电话 他们就说中方坚决反对 并且强烈谴责这种暗杀行为 认为这样的做法严重违反了 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而且严重侵犯了伊朗主权的 安全跟尊严 中方支持伊方依法来捍卫 主权安全跟民族尊严 那这个通完电话呢 其实他们有讲到说 愿同伊方在这个金砖国家的 机制框架内来加强合作 然后呢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 问题上面坚定的相互支持 那伊方这边是讲的 就是坚定致力于发展 这个一中关系 然后确保两国不受到国际地缘形势变化来影响 所以现在这个中医也已经通上了电话 那但是呢现在对于美国来说 是不是要赶紧跟这个中国的角力 也要在中东这边来进行 中美的中东影响力对于美国来说 当然他们觉得好像已经落居下风了 那他们要阻止伊朗扩大 诶转头找向了沙国 那根据路透社和华尔街邮报的报道 他们说现在考虑要解禁对于沙国 空对地这个弹药的转让 那依循这些传统武器转让的政策 那现在打算要以一种个别的情况考量 来进行一些转让 也就是说可能要再卖一些武器给沙国了啦 那中美现在对于沙国来说 就有这样newsweek讲说 诶是不是沙国变成一个摇摆国 那他希望跟中美双方都保持良好关系 所以啊沙国是个摇摆国 那事实上呢沙国是摇摆国吗 沙国过去是跟美国比较好 可是人家早就不理美国啦 所以在美国自己讲说啊是个摇摆国 是不是面子挂不住 还必须要讲说诶我们沙国在摇摆 那其实沙国还曾经放话 如果G7没收了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的话 将会出收欧洲债券 毕竟呢人家财力非常的雄厚 现在包含了这个欧洲债券啊 法国债券啊 沙国可能持有数百亿欧元 虽然沙国抛售这些债券 不足以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对于欧洲来说还是皮皮刺 他们担心说沙国这些举动 可能会不会变成一个骨牌效应 其他国家万一仿效起来的话 那该怎么办 那我们看现在奥斯丁下令说 这个中东局势看起来非常的不稳 所以他们已经派出了 这个恶亥恶极的核潜舰 乔治亚号去到那边 那对于伊朗啊 还有相关的武装组织 就说我们既然已经有这个乔治亚舰 这个是这个核潜舰 已经来到了这里 所以你们不能轻举妄动 要传递一些威慑的这样讯号出来 那还有中东的紧张局势 现在看起来恐怕也会导致 运费又要涨了吗 现在航运界已经酝酿再度要来涨价了 因为恐怕那个地方又会受到一些波及 又要绕路来进行一些海上的航运 那当然是转嫁给消费者了 哈密尼他的对于以色列的反制 他的力道是要比以前更强的 以前的自我的克制 被美国跟以色列解读成为纸老虎 所以才会让自己获得这么大的羞辱 也就是说已经是肆无忌惮的攻击 杀害这个哈尼亚 哈马斯的最高领袖 所以很明显的 那你要怎么样能够有力的反击 准备的时间要比较长 因为你要有效的一个准备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很明显的 美国就开始搞这个舆论认知作战 找了一个伊朗国际联盟 不要忘了他的总部是设在伦敦 我在这节目中有讲过 他的总部设在伦敦 那英国跟伊朗是死对头 怎么会有一个伊朗国际联盟 总部设在伦敦 那很明显的 那就是伊朗的政府的一个死对头 然后由他来制造假新闻 然后再由西方的欧美的媒体 来去复制 然后再影响各国 好像说他们就煞有其事的说 这个伊朗的总统跟哈明尼说 这个不要打了 我们要克制了 免得影响我的任期 影响我们的伊朗的经济 还有我们的军事 我们的经济快要崩溃了 政治的稳定 所以然后他又描写说 哈明尼不治可佛 然后好像有这个暗示的意思 就是说大事化小事化物 当时台湾的媒体 这个大家评论就是上有其事 我说胡说八道 我说不对 这个是一个山羽伊莱坟莽楼的一个态势 因为伊朗跟伊拉克 已经在八月初的时候 开始进行联系五天的军演 这个军演的地理位置是在哪里 伊朗跟伊拉克的边界 换言之也就是说 伊朗把他的精锐部队 已经往伊拉克这个地方合法的 公开的已经移动了 这个一移动也就是说 未来伊朗的正规军 已经不再是民兵组织 进入伊拉克借到叙利亚 对以色列进行攻击的可能性 已经存在了 这是一条路径 另外当然其他的导弹的攻击 无人机的攻击 那这些也都在做筹备中 俄国也开始在协助伊朗 对于本土的一个防卫 所以S300或是S400的运送需要时间 不是说少尉鼓来了以后 这个武器这些S300S400就带进来了 没有这么快的 他需要一个作业的时间 更何况操作也需要一堆专家的指导 因为这是一个不同的系统 而且这是高精密的系统 他基本上来讲 需要俄国的教官来协助伊朗 去进行这个部分 伊朗同样也开始在进行外交的工作 所以他获得沙特对于他的支持 沙特说这个杀害是一个侵犯一个国家主权 等于是沙特谴责以色列了 然后接着很明显的中国大陆 王毅跟伊朗的外长的一个通话 那等于是在联合国 如果美国要去制裁伊朗的话 中国一定会投下否决票 我觉得很多的态势都在做部署 我们看到中东的战区 这个战火 其实相当有可能 在没多久就会爆开了 后来新闻大百话 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贺锦丽现在看起来 民调上面在三个摇摆州 密西根 威斯康辛跟滨州 这三个关键摇摆州 有五成的受访者已登记的选民 是决定要支持贺锦丽的 有四成六是支持川普 也就是说这几个地方 贺锦丽是已经赢过了川普 而且在美国的经济方面 金融时报的一个民调显示 大多数的人认为贺锦丽 现在已经超越川普 得到更多的信任度 所以她本来是在川普之下 但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 已经很明显的 她的曲线已经赢过了川普了 主要就是因为贺锦丽 好像在网路上面 跟年轻人的互动 是来得比较直接 而且又有这样子的迷音梗 比方说像椰子树啊 顽皮鬼啊 这些梗 让大家觉得说 贺锦丽好像蛮亲民的 在TikTok 还有一些社群平台上面 疯传 她跟年轻人的族群 互动度非常高 人气很高 尤其在Z世代 有关这种椰子树啊 跟这个Brett 这种顽皮鬼的梗 到处在疯传 也表达这个对于贺锦丽的支持 那所以现在民主党的参选人 现在改转为这个比较趋于乐观的看法 感觉好像贺锦丽原本他们觉得说 这有办法出来这个跟川普一战吗 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选情 是逐渐转好的一个趋势 有信心一战 那反倒是川普的阵营 是不是比较着急 他们就讲说贺锦丽根本是用AIP图啊 修图片造假这些造势人数 他说现场根本没有什么人 那贺锦丽团队在川普的贴文的留言区 就分享了影片 就其实呢 他们在下飞机的时候 贺锦丽跟华兹下来的时候 哇现在现场的人数的确是蛮可观的 但是川普的警讯还不止如此 他自己经营的这个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这个营收 现在已经面临到了1600万美元的巨额亏损 甚至呢 第二季的营收 就是还比起去年同期减少了30% 那他现在也对于俄乌战争有点改口了 过去我们都知道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 我24小时之内可以结束这场战争 现在改说 现在是要用一种和平承诺 然后又表示有一个俄乌和平协议 现在在就职典礼前要来促成这样的和平协议 所以好像不再是 他上任24小时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 那再来还有川普一直在狂开减税支票 有人帮他算一算 这恐怕会酿成美债增加4兆美元 也就是说乱开支票恐怕会造成更多 美国接下来的经济问题 那反观呢跟这个中方呢 美国好像现在是讨不到便宜 特别是在无人机方面 还被中国大陆反将一军 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最新的在日本这一边 供奉民通航机场 那他们现在有进行首次的飞行测试 这个无人机呢 有两顿级的这样商载能力 也是中国大陆现在目前最大 全国产化的大型无人运输机 那运输机就其实现在是这个 中国大陆新展现出来的 这个化时代成功首飞呀 但是对比一下 大疆无人机 美国他们现在认怂了嘛 因为他们说9月1号开始 取消对于中国无人机的进口限制 但是呢 中国大陆立刻反打一把 就说那我们就9月1号开始 对于无人机出口管制 就是你进口管制 你取消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不卖了 就是反将你美国一军 因为美国其实对于这件 无人机来说的话 他们依赖度反而是比较高的 就是对于大陆来讲 我全世界都吃我的市场 那你美国不用是你家损失 所以他就反将一军 就不卖给你们了吧 那特定的国家跟地区 我们没有针对谁哦 只是说我们来加强一下审查的力度 这非常高招的一个回击 那再来华尔街日报讲说 其实是很多美国的搜救人员 不希望这个大陆的无人机被禁 因为他们自己 美国的无人机飞不到山头 就说上去就失去的电信 这个信号连接不上 所以就掉头飞了回来 那但是大疆呢 在美国来说的话 在商业啊地方政府 业余爱好者啊 无人机市场其实占了70%到90%哦 那所以如果这一项禁令 这个真的下达下来的话 恐怕美国自己也会自伤很多哦 因为他们会损失大概数十亿的美元 甚至影响数千个工作岗位 那美国现在当然很积极哦 在美军方面也在做一些隐形混合动力的无人机即将要问世了 他积极在是非当中 那可是奥妙的是说 哎 这是有点话舌添足 就是他们这样子的无人机说 上面还有驾驶舱 那就是一个有人的无人机 那还能算是无人机吗 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贺锦丽过去是陪衬嘛 因为副总统嘛 现在变成主角了 那主角刚刚出来的时候 当然有新鲜感 也有蜜月期 所以媒体对他的容忍度是高一点的 对他的正面报道也多一点 民主党内解决了拜登的老朽的问题 那么有一个比较年轻有活力的 这个对民主党来讲 他们的焦虑已经去除一大半 所以我觉得民调大幅度的反弹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也可以预期之内的 但是问题就是民调的变化速度很快 尤其越到选举的时候 变化速度越来越快 我觉得讲的没有错 就是说能回避多久 不接受媒体的专访 或是不接受媒体的询问 能够回避多久 能够再拖两个月吗 我相信连支持民主党的媒体 而且不开正式记者会 对 可能都没有办法忍耐了 更何况那一场辩论 那一场辩论其实是蛮重要的一场辩论 因为那一场辩论如果打不好 打变 打不好 你会后要不要接受媒体的访问 你如果会后不接受媒体的访问 那你等于是失去了一个舞台 而假设川普答得比较好 川普大量的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一直逼 那这个很多媒体就想要问 这个贺锦丽有关于在辩论中的 很多她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而你都回避的话 能够回避多久 所以我个人觉得采用回避的策略 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相信她的幕僚也有在准备 那只是说贺锦丽需要时间 去消化那些资料 因为她原本以为就是副手 笑一笑 然后开开心心的 可可爱爱的就好 结果她现在是主角了 那总不能够到最后 都是由她的握持来成为主角 来帮她阻挡 因为握持很明显的火力 是比较猛的 那这样的情形就本末导致了 另外有关于中国大陆的无人机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一个是飞的成功 这个手飞的成功 其实是很重要 两顿 而且是无人机 飞了20分钟 在四川 它如果这款飞机成熟了以后 它对于中国大陆的商品的一个运输 国内的商品运输 它的成本又会下降 速度会更快 更便捷 因为它的整个设计是让货物 很容易装载 很容易卸货 它也可以用在军事上面 它如果用在军事上面的话 那这种无人机 它的造价成本就更低了 它可以装 例如说英纪-12 反舰的一个导弹 这个部分里面 因为英纪-12 弹头也不够300公斤 是打这个船舰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 中国大陆在无人机这个部分 很明显的已经居于领先的地位 美国的无人机 中国大陆只要在很多领域射线 美国的运输成本就升高了 对物价不是好事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射线 也是一件好的 在中国大陆这边 官媒先跳出来 开始开呛美国了 我们来看看 在微博的热搜的第一名 大家都是顺着官媒 现在要对美国开呛 讨论度最高的就是 美国的游泳队子脸到底是什么 子脸他们现在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图片 就是说他们很像是形容为灭霸一般 为什么叫灭霸呢 他们是翻译跟我们不一样 就是萨诺斯 就像是好像已经这个变形筋肉人 然后脸色是紫的一样 为什么美国的选手游泳完之后 脸都会发紫呢 让大家觉得很不解 其实人的脸色变化是一个恒定的 因为我们的血液里面的血红素总量 它是一个确定的状态 脸部的血管发育也是固定的 这是在这一篇里面的讨论 短时间其实是难以改变 就是你突然颜色变化非常的大的话 那就是有异常 那怎么样会产生这样颜色上的异常呢 那美国人是不是让血液里面的血红素增多 供养更多产生爆发力跟持久力 因此血红素比起平常多 脸色就会从红色变成紫色 这个是在微博这个词条里面的一些讨论内容 那我们说到了官媒开枪 其实就是央视 央视他们直接下了一个标题 叫做美利坚重克国 克 克药的克 他用这样的一个标题 对美国发出六连问 就是父亲低眼要落在床上 女儿一躺就检验阳性 这个药性的反应 这是怎么回事呢 而且敢做不敢当官方声明也能撤稿 还有游泳队人均灭霸 不仅不解释还披图 就是把他们的一些图片 把颜色披的变成白色 就是白种人的颜色 不是紫色的 但是同样的转播 不论是在奥运或是其他国家 这个英国或是澳洲的转播 都还是紫色的脸 所以说不过去 你自己美国好像 此丁无音三百两 还有病人为主线 人为辅 美国代表队有几个是正常人呢 怎么好像离病率很高 还有自己都管不住 却要长臂管辖全世界 洛杉矶的运动会 谁不听话 美国就抓谁吗 这是你们下一任打算要干的事情吗 那甚至呢 连这个预冤谈天 都这样子特别做了一段影片 说144秒如何刻成一个美国紫属 这样子为主题 那他们就讲说 过去20多年 美国滥用兴奋剂的一些事件的一个 实际的举例 然后也发现呢 是不是给运动员提供兴奋剂 在美国存在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这个影片里面就是 非常完整 真的可以看出来 谁供应给谁 谁供应给谁 还有跟药商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144秒里面 他们做了蛮详尽的介绍 也就是说现在官媒都不忍了 这样纷纷跳出来 说文字也好 做影片也好 这样直对着美国 请美国讲清楚 因为在这个比赛前期 都是美国一直对于中国大陆游泳队 什么禁销世界 一直在做文章 现在换到了中国的反击来了 那我们看看 这一次中美的金牌数是一样的 总共都是40面 跟一开始预估说 两个中美两国呢 应该都会得到39面 都同样增加了一面金牌 那我们来看看 马克宏呢 他也有表达对于 中国大陆的祝贺 我们来听一下 所以现在很显然 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了体育大国 而且是跟美国这个并肩 同样拿到40面金牌 那美国就破防了很多的美国的一些支持者 或者是观众就讲说 怎么回事呢 开始网友们纷纷在算账了 是谁害我们跟中国大陆同样的金牌呢 明明我们可以赢的 他们是这样的讲法 那他们就指责了一个人 叫做麦克尤恩 麦克尤恩呢 他其实呢 就是跳高选手 他跟纽西兰选手 这个克尔 在决赛时候都挑出了 2米36的高度 但是到2米38的时候 两个人三次都没有跳过去 那根据规则呢 其实两个人都可以获得各一面金牌 但是呢 尤恩却拒绝共享金牌 所以选择了加赛 那加赛的时候 好继续挑战2米38 两个人都还是没有跳过 后来降到2米36 都又还是没有跳过 结果没想到再往下降 2米34的时候 尤恩竟然还是失败了 所以最后金牌是被纽西兰给拿走了 所以美国人就在那边骂说 你为什么那时候不拿个金牌就好了呢 你们两个都拿金牌吗 你为什么非要真的胜负呢 所以现在开始 网友们开始对于他开始算账了 麦克尤恩 那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彭博就讲说 大陆借由巴黎奥运的金牌数 跟美国并列第一 宣扬了现在的一个强国实力 环球时报的社评也讲说 不能孤立的看待 中美两国的奥运成绩变化 这个是来自于 复旦大学的这个教授沈毅 他有讲说 这个变化本身呢 就是一个不可以抵抗的 历史大事的一个反应 巴黎奥运已经成为 中美竞技的新战场 背后深刻的反映出来 两国在国际舞台上面 日益加剧的对抗 那这种竞技体育 已经不再是技术跟体能的较量 更成了展现 国家软实力 还有维护国际形象的 一个重要手段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反观呢 同样也自诩为 跟中美一般的 大国的印度 这一次同样也有 尾数一个零 但是前面没有十位数 就是拿到了一个零金 人家是四十金 同样是四十 尾数是零 怎么差那么多 那十四亿人为什么没有金牌呢 角力标枪 人家说表现太奇葩了 因为本来印度在赛前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赛前预估是 中美各三十九斤 差不多 还多了一斤 可是印度在赛前 是讲说 应该呢 这个总牌数 没有办法超越中国 但是银牌铜牌 都可以赢过中国 那中国大陆的银牌铜牌 我们来看一下 银牌二十七 铜牌二十四 印度是多少呢 银牌一个 然后铜牌五个 怎么会差那么大 你这预估有点失准 那本来在他们最看好的 一个项目 也就是呢 角力跟标枪 结果没想到呢 这个加赛的时候 过棒超过一百公斤 这一位选手呢 叫做佛加特 他因为说 好像在巴黎餐厅 吃了两公斤的美食 然后结果 啊 现场剪头发也来不及 现场怎么样都来不及 所以最后痛失 金牌赛的资格 呃 这吃太多 然后再来呢 还有另外一个 有可能会获得 金牌的角力选手 这个彭格尔 因为他把这个 奥运村里面的一些 门禁卡 偷偷给妹妹 然后把里面的物品 拿出去外面卖 然后就违反了规定 所以后来也被逐出法国 怎么一直出现 这种落魁的事情 那最让印度没有办法接受的 就是他们跟死对头巴基斯坦 就是被这个中国大陆 称为巴铁的好朋友 对决的时候呢 结果印度的枪神 这个秋帕拉 以87.58 这个没有赢过巴基斯坦的选手 因为巴基斯坦的选手呢 射出了92.97 在他面前拿走了金牌 人家派去七个人 拿回一个金牌 但是印度派去了117个人 拿回了邻金 所以这个大陆的网友 在在狂笑印度 我就说金牌图货 固然狂喜了 但是能够把印度压在脚底下 摩擦更开心 巴铁干得好 所以这个印度是不是得罪 中国大陆得罪很大了 我们来问一下 这个赖老师怎么看呢 美国这一次对于 中国大陆游泳队的选手 他们做了很多不礼貌 不友善 而且很多的设计 这个引起了国际间的众怒 他们先透过他们的媒体 去制造舆论 再根据这个舆论 他们要求ITA 要特别额外增加 对中国的游泳运动代表队的 选手的一个检测 结果人均检测超过23次 而美国的检测就有6次 这样的一个行为 到最后连国际奥委会 都看不下去了 警告美国说 如果你在这样的话 我取消你举办奥运的资格 我们看到美国这样的一种 不理性不友善 跟策略性的运用 他们引起了很多的反作用力 但是大家却豁然发现 就是说他非但打不下中国大陆 然后在最重要的100米 跟4成100米 却被中国大陆打趴 可是大家感觉到最诡异的 就是全世界所有的运动选手 游泳的运动选手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代表队 他们游玩游泳以后 脸会变紫色 只有美国会变紫色 而且是不管你是什么人种 不管你是白人 黄种人 或是什么人种 游玩了以后 清一色的变紫 也引起了很多媒体 而且是国际媒体的质疑 要求国际奥委会 要调查这个事 国际奥委会就很温柔地问了美国 美国的回答是说 训练强度很够 选手很疲倦 可是大家都觉得到今天 这个疑惑还是没有解开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选手的训练强度都很够 也都很疲倦 可是为什么没有变成紫色 而你美国的官方的批图 为什么去把紫色拿掉 改白色 你美年色 为什么要改掉颜色 通常疲倦不是应该是面色惨白吗 惨白 怎么它是产子呢 对 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但是更奇怪的是 你的国务院 你的大使馆 你的美年色 为什么要改图 改色 而不用原来的颜色 这叫造假 这样的一个情形 中国奥运结束了 好 开始反击了 为什么要反击 其实反击是预留在洛杉矶的预作准备 为什么 因为确实 未来的奥运 是大国之间的软实力的一个比赛 软实力的比赛 你必须要把美国的运动员 他可以查别人 却不让人家查他自己 而且他们都有科药记录的这一些刻板印象 打在全世界几十亿人口的眼中里面 把它打进去 打进去的目的在哪里 打进去的目的就是四年以后 那么这个账都要拿出来算的 你如果现在都不讲话 你如果你的媒体都不吭声 那这个就晕过风轻了 好像船过水无痕了 一样的情形 可是你打下去了以后 等到四年洛杉矶开始举办奥运的时候 你就可以重新把这个新闻拿出来炒 美国的运动员嗑药的情形要解释清楚 要对于美国的运动员要查清楚他们有没有嗑药 我们来关注一下 这个现在全球的紧张 在中东 俄乌 印太好像成了三个 有可能就是接下来 当然现在俄乌跟中东 本身已经是非常的紧张了 我们来关注一下 这些紧张是不是都跟美国有关系呢 首先先来看看中东的情势紧张 白宫讲说伊朗可能就会在本周 来攻击以色列 所以他们现在也是这个 紧锣密鼓的在关注这件事情 那他为了可能会发生一连串重大的攻击 已经做好了准备 那最有可能发生的时间点呢 他说现在跟以色列这边有同样的担忧跟预期 应该会是在本周这个时间 那我们看到以离的边境又再度护后 两个真主党的士兵死亡 然后报复的火箭弹 已经全部被以军的铁穹给击落了 以色列跟真主党分别在近期 有一些零星的交火 那甚至有两名的这样的武装士兵呢 死于这样的袭击行动当中 所以双方其实虽然没有正式大规模开火 但是这种零星的这种发射火箭弹啊 这样你来我往的都还是持续进行当中 那黎巴嫩讲说三名战士死亡之后呢 真主党轰以色列的背部 然后做了一些回击 发射了卡丘沙这样的火箭弹来做一些反击行动 那中东的大战倒数哦 那美国已经有更多的动作来了 就是他们现在派出了航母跟核潜舰来部署哦 根据CNN报导说 呃五角大厦宣布啊 这是非常罕见的宣布 我说乔治亚号这艘核动力潜舰 然后专门装载巡异飞弹的 那这样的潜舰位置一般来说是不会公开的 可是奥斯丁却下令说要搭载 这个F35战机的这个航母打击群 林肯号也赶紧赶过去哦 所以不但有航母 也有这个核动力潜舰 全部都去到那边 呃严阵以待 那就代表着这个中东战士快要一触即发 先反映在油价上头哦 现在油价大涨了3% 而且金价也逼近了历史新高 只要有战争的时候 大家就会开始 转往这个黄金避险 那油价就是因为说 如果中东的话影响到这边 这个荷姆斯海峡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这个石油的运输哦 那再来俄乌的话 现在乌军不断的反击 已经说掌控了俄罗斯 1000平方公里的领土 普欣非常生气哦 说一定会赶走敌人 他说在西方首脑的协助之下 反过来占领俄罗斯的领土哦 那只是为着要有更多筹码跟俄罗斯和谈吗 那这个泽伦斯基斯讲说 如果普欣这么想打仗的话 那么俄罗斯就必须被迫求和 讲得非常的呛哦 所以他说现在是时候了 要把这个战争带回到俄罗斯 所以看起来这场战争也在升级当中哦 那甚至你看到这个库尔斯克这边 乌军呢攻下了核电站 甚至还用这个俄军的一些遗体哦 排成了一个Z字形 大家都知道Z字形代表的俄罗斯 他们的这个军人 他们之前的一些战车上面 都有写上这个Z字哦 所以是不是要反羞辱俄军 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存在 那还有俄国呢 也在撤离一些边境的居民 是不是也为着战争做准备哦 避免波及到平民 所以现在开始撤离 好进行下一波的这个军事行动嘛 那再来印太的话 同样也是澳洲跟东南亚14个国家 正在进行联合的军演啊 说是 诶是要这个剑指北京吗 有这样报道里面这样解读哦 那澳英美三方的AUKUS 其实已经签署了 像是核装置啊 还有原料转移的一些协议 也就是说 这样的协议背后 是要协助澳洲来打造核动力潜舰 那另外平壤这边 对抗平壤的飞弹跟网路攻击 韩美也在联手 年度的联合演习也即将登场 将要在8月19号来进行 已知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 那还有另外在美国的海军 其实也宣布了 将第147攻击战斗机中队当中的 F-35C隐形机部署到了 日本的盐国海军陆战队的航空站 来取代第115攻击战斗机中队当中的 这个FA-18E跟F的这种战斗机 那其实也是展现出来 美军在日本这边要扩大部署F-35 也反映出来美国要持续来用这样子 第一岛链的围堵方式来针对中国大陆 可是中国大陆难道没有反对方法吗 现在山东舰又有动作了 就是又到了太平洋这里去 日本的防卫省他们就说 有发现到说山东舰率领着055飞弹驱逐舰 还有052D的飞弹型的飞弹驱逐舰 还有052A这样子的护卫舰 出现在冲绳县宫古古岛以南这样的海域 所以看起来是要继续7月份未完成的演训吗 那也代表着印太这边 大家的这个军力跟展现肌肉 都还持续在部署当中 看起来很短的时间内 很有可能就会爆发了 那究竟会打到什么样的规模 这个要看以色列跟美国的反应来看 之前美国的情报是失灵了 因为它原来预估是8月5号 6号 伊朗要实施反击 那很明显的时间都过了 那川普失灵的更严重 他说当天晚上要打 结果没打 现在的情况是 美国的白宫承认也接受 以色列的情报是比较准的 以色列的本来就估计 应该是在13 14 12 13左右 那现在估计应该是15号 也就是当以色列的这个停战代表团 到埃及的时候的那几天内开始开打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伊朗的总统也先后打电话给这个英国的新的首相 还有就是德国的总理都交换意见 他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说他现在实施的是自卫反击 因为连沙特这样的一个国家都认为伊朗的国家主权受到侵犯 那一个国家的国家主权受到侵犯 他提出自卫反击 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而且伊朗也已经说得很明白 他没有要针对以色列的平民百姓 也没有要针对民生设施 所以他并没有要变成伊朗跟以色列之间两国的战争 因为战争它就涉及到宣战权的问题 所以他没有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战争 他是要实施自卫反击的一种惩罚性报复性的 所以是针对以色列的情报组织军事基地 还有这些政府机构进行攻击 好 现在考验的是什么 考验的是美国跟以色列能否有效的拦截 那欧斯顶这一次的讲话 昨天的讲话就泄露了他们的底了 原来林肯浩还没到 所以他要他们加速赶往 这代表什么 前两天是在骗人的 说林肯浩已经到了 那我觉得目前考验美国 即使把乔治亚的核动力潜舰派去 可是他能够攻击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吗 如果做这件事的话 那事实上是宣战的意思 宣战你要经过美国国会同意 如果大陆来说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也就是事隔79年 以前曾经侵华的日军731部队 大家都有印象吧 就是在哈尔滨这边有一个731罪证馆 那他是特别回到了这边 说是要来谢罪 那他这一趟的行程 我们看到这一位叫做清水英男 那他是现年已经94岁了 他原本是731部队里面的少年兵 那他当时呢 他其实后来有等于说透露出来他的身份 本来他们的一些相关的证物 是不能够带回到日本去的 但是呢他跟他的这个等于说有人 就是他同样是731部队里头的人 他们带回了一些证明他们身份的一些这种证物 然后后来在日本那边有表现出来说 我们展现出我们的确曾经有待过731部队 而且他那时候觉得真的是惨绝人寰 因为他说他有去到那样的一个标本室里面 看到非常惨的画面 就是婴儿被活生生的剖开来 他说他这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些画面 所以他觉得哪怕日本的官方不承认这件事情 他都要以他个人的身份也好 要重新回到中国大陆去 他说他也不怕中国大陆对他可能有这个怒火 会有很多民众的不谅解 他说因为呢他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这个表露出来 而且他表示说这是日本做错的事情 其实在日本政界已经很多人希望他死了 他甚至有讲这一番话 那所以他今天回到了中国大陆这件事情 也特别被中国大陆的一些官媒大篇幅的报道 那我们来看看他其实呢 现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前将官 他现在重新回到了这个中国大陆 另外我们还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有讲说 日本的前将官出任靖国神圣的公司 现在也引发了中国大陆的一些批评 跟一些国内的争议 那其实这对于日本跟中国来说的一些人 他们觉得可能日本保守派反而是受到一些鼓舞 那这样的非常具有争议的这个靖国神圣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挑动中日双方的一个敏感神经 那的确呢这个中日的关系也跟美国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随着美国大选接近 美日韩现在安全合作可能受到了一些考验 华盛顿的一些专家呢就在讲说 最近升级的美日韩安全合作 持久性的看法现在存在一些争议 尤其是如果川普重新站回了这个美国总统的大位的话 那恐怕对于这个因为他过去对于美国联盟 是保持一个批评的态度 所以像美日韩可能这样的一个安全合作的一个盟友方式 可能会获得就会变成比较瓦解啦 要重新再开始了 那另外我们来对比一下 川普真的回得来吗 因为现在川普的整体的民调 感觉上面好像陆续在落后贺警力 今天另外一个大件事就是 马斯克专访了川普 而且在他们的访问过程里面 还被网工 就一度有一些技术问题 所以有很多的用户是没有办法听直播的 后来延后了40分钟才开始 马斯克讲说这是因为遭受到了网路攻击 那怎么样让他的身世重回一个高峰呢 现在川普想出来的方法就是 要重回他7月13号遭到 这个枪击暗杀并且生还的这个地方 唤起大家对于他这个 好像这个勇敢不怕这样子的一个暗杀 展现出来一个美国自信 希望能够唤起大家对于他这样的一个印象 那川普也同意现在重返了X再来发文 感觉上面马斯克成了赢家 但是人家讲说 小心这个川普可能是一个两面刃 虽然声量很高 但是会不会引起一个 讨厌川普的情绪 让很多的用户因此流失 也会造成他们的股价走跌 因为现在目前川普他自己的社群平台 其实他们的股价也是一直在往下跌的一个状态 那再来我们来看看 美国呢其实虽然官方一直不论是谁上来 都是好像在跟中国大陆对抗 可是呢民间却是对于中国大陆是非常的依赖 首先先来看一下 现在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克服来自盟国和科技行业的一些反对意见 准备要扩大来缓解中国制造最先进半导体能力的一些限制措施 那就是等于说要围堵的更加严格了 那如果换成了川普回到了白宫的话 现在目前美国的媒体预估恐怕会影响到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 可能要猛降1.4个百分点 讲得好像川普很威 他说川普就是中国最大的噩梦 真是如此吗 其实在中美贸易战之后 反倒中国是越打越强 那你越是限制我 我越是自己来生产 所以其实这个预估恐怕也是有一点偏乐观 那再来看到美国媒体也提到了 现在还有很多的美国代表团 你们官方在限制 但是代表团一些民间的企业 却是赶紧去访问中国大陆 为着接下来的一个中国大陆的市场布局 那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马凯硕提的 他说不论是谁当选美国总统 其实中美关系都会变得更糟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他认为中国的文明至少还会再繁荣个一百年 731部队在东北所干的事 只有禽兽才会做这种事 惨绝人寰 只有魔鬼撒旦 这种才会做这种事 那很明显的 日本的731部队的这些军人 这些人就是禽兽 比禽兽还不如 比撒旦比魔鬼还可恶 但是更可恶的地方是在于 他们想要试图掩盖真相 他们一直拒绝承认有这支部队存在 但是事实上还是有一些人 他内心里面忐忑不安 那么也已经快要临近生命的钟了 他觉得他再不赎罪 他再不去认错 他再不把这些事实公诸一事 他这一生 他的后代将永无宁日 因为他们知道他跟他的同事 跟那时候的日本军在中国 他们做了什么事 那我们看到了他到中国来 他主要的就是要透过这个行动 告诉全世界日本人干了 见不得人的事 而一直在掩盖 其实更可怕更可恶的 其实不只是日本 还有一个国家叫美国 美国掌控了很多731部队的资料 所以美国才会用交换 他们免于刑期 免于被军事审判 然后把他们的这些资料 送到美国来 奠定美国深化的一个基础 美国的很多的化妆品 很多的保养品的发展 很多的制药的发展 都跟这一份资料是有关系的 而美国到今天为止 没有还给中国人一个交代 也就是说 美国没有把这些资料 公足于事 让全世界知道 日本有731部队 日本他们一直不停地 在掩盖他们的历史 但是这个历史掩盖不了 美国人也看不下去 但是美国人没有这样做 这个国家坦白说 表面上每天满嘴仁义道德 但是实质上干的事都见不得人 真的是一个最不应该的事情 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 公立主义 也完全不考虑整个世界 而且它还是基督教的国家 他们还是 而且他们的政客都要上教堂 都是基督徒 我也是基督徒 你怎么不看旧约 有牙还牙 但是我们相信正义 我们相信真理 我们相信仁慈 我们相信公道 我们相信慈爱 但是我觉得 我们看到美国政客 上教会 但是在干的事 却都这么的误会肮脏 也就是说 到教会难道去赎罪吗 然后他本身是傻蛋吗 坦白说这些政客 有时候我看的真的是厌恶到极点 不能